杜玉明回忆录 淮海战役始末 1.淮海战役前蒋军的幻想 1948年春 我向蒋介石贡献反人民作战计划的要指示 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 吸引解放军攻击某一据点 久攻不下 待起攻击顿挫时 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 如果蒋军已整部完成 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 即争取主动 发起攻势 寻求解放军的一步而击灭之 以挽回蒋军连年惨败之颓势 1948年下半年 蒋介石即决定采用这一作战方针 以徐州方面来说 决定谨守郑州 徐州 济南三大战略要点 加强攻势 独立固守 徐州附近的其他城市 均可以随时放弃 以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 与解放军决战 又将袁郑州指挥所取消 改为徐州缴总前进指挥部 指挥各机动兵团 与解放军作战 至1948年9月底 蒋军在徐州附近的部队 虽已整部完毕 济南守军 却已被解放军全部尾肩 可以说 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 已被击破 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 已由1946年的120万人 上升到280万至300万人 蒋军的总兵力 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 下降到360万人左右 实际上空额甚多 老兵不到半数 可是这时的我还认为 要打开蒋军到处挨打 被消灭的危惧 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于是拟了一个 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 幻想集中徐州部队的主力 成解放军二爷 三爷东西分离之际 妄图击灭三爷的一部分 以振奋蒋军士气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情况判断下 双方兵力一 解放军方面 三爷所属16个纵队 二爷所属7个纵队 加上华东 中原军区 及纪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 共约60余万人 2.讲军方面 经过两年多的作战 总兵力已有极大的消耗 士气低落 在徐州 邦布一带 有三个绥靖区的五个军 李延年第九绥靖区之44军 冯志安第三绥靖区之59军 77军 刘汝明第四绥靖区之55军 68军 还有四个兵团的12个半军 第二兵团 邱青全部三个半军 五军 七室军 七十四军 十二军之一师 即拟文和师 七兵团 黄百焘之四个军 25军 63军 64军 100军 13兵团 李密布两个军 八军 九军 16兵团 孙元良布三 各军 四十一军 四十七军 九十九军 先至二野之十二兵团 黄围部有四个军 十军 十四军 十八军 八十五军 即直属部队 有七十二军 于锦园 一零七军 孙良城 一一五军 四元凯 由安阳空运 徐州后边 十三兵团 以及交警总队 炮兵 工兵 通讯 资重 战车 等 以上共计 二十四个军 约七十余万人 左右 邦布 安徽 苏北第一绥靖区 等部队 及华中 其他部队 未列入 由以上 双方兵力 可以看出 解放军数量上 在徐州方面 少于蒋军 装备 也列于蒋军 特别是炮火少 飞机 坦克 没有 单解放军 手榴弹 排击炮 则于蒋军 相等 局部使用 上右级机动灵火 往往集中兵力 火力消灭 蒋军后 即脱离战场 实行整补 如蒋军争取主动 先发制人 在二爷为东来以前 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击破三爷之一步 即刻以振奋士气 以 双方态势 一 解放军 自1948年7月初 玉东攻势结束后 二爷主力在玉西整补 三爷主力在 鲁中及鲁西南衍州 济宁以北地区整补 并于9月24日攻陷济南 此时尚无发动攻势的行动 在解放区并无防御阵地 及据点攻势 单据谍报称 在解放区内已有消灭黄百韬 再打邱青拳等口号标语 预料在过20天或1月之后 解放军事将发动攻势 二 蒋军 自1948年7月初 续寿年兵团在玉东被吃掉后 蒋军主力已集中于徐州 上秋 新安镇 海州 太尔庄 藻庄 韩庄间地区 一部在郑州防守 华中之机动兵团 集结于碎平 驻马甸附近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整补 虽然这时济南失陷 而徐州蒋军并未来得及参加战斗 仍然保有充沛的力量 在徐州附近并设有坚固据点攻势 不怕解放军少数部队扰乱攻击 综合以上情况判断 蒋军如主动攻击 有可能抓住解放军一部而消灭之 即或不能亦可收复若干城市 振奋舆论激励士气 万一态势不利 亦可以主动进退 较之消极困手有力得多 二 方针 任务极致到要领 甲 方针 再二 三两野战军东西分离之际 集结主力 寻求三野之一部 一举击灭 进而击破其主力 达到收复泰安 济南之目的 以华中蒋军之主力 在玉西方面牵制二野 以徐州蒋军之主力 向三野主动攻击 一 任务 一 华中蒋军 以主力多方牵制二野 阻止其东进 但不与其做真面目的作战 二 徐州蒋军应以一个绥靖区 守备徐州计设攻势 以一个绥靖区担任徐 棒肩护路 并不断对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确保金普路的安全 另一个绥靖区为总预备队 三 徐州前进指挥部 指挥四个兵团 以迅速骑袭之战法 包围三野之一部而歼灭之 进而击破其主力 一举收复泰安 济南 至攻击重点于左侧方 约三个兵团 零 直到要领 一 对华中方面 如二野绕到东进 应适时选择捷径 迎头痛击 将其阻止于平汉路以西地区 如二野一跃平汉路东进 威胁徐州 则应日夜为追之 协同徐州将军 将二野包围于徐州以西地区 而击破之 二 对徐州方面 如已在滚州 济宁 大问口间捕捉三野之一部 应迅速包围歼灭 不可旷日持久 与之对峙 坐视两机 如对方避免决战 第一步应将之压迫于东平 大问口以北 即四水以东地区 不再深入 第二步作战计划 即实行钓鱼战法 即以一个最坚强的军 选择以最适宜坚守的据点 留足两弹 独立固守 主力骤然撤退 诱惑三野来攻受挫后 再由外线包围击破之 如在蒋军攻击期间 二爷以东进威胁徐州 即以有力之一部 依据寒 早继设阵地 即东平湖 南洋湖间的运河沿岸 占领狙击阵地 阻止三野南下及西进 以主力回师 协同华中蒋军 将二爷包围于 徐州以西地区击灭之 如二 也企图通过微山湖 向济宁 沿州增援 威胁蒋方攻击军策备 判断此攻算较大 但也可能向别的方向 攻击军应依据东平湖 南洋湖间之运河沿岸 阻击二爷 并迅速击破三野之一部 再回师击破二爷 如二 三野会和东西 加攻徐州 攻击军又以兵团 以内线作战 转运于徐州 加强徐州防务 又以各兵团 即协同华中蒋军 击破二爷后 再集中主力 击破三野 三 江方攻击军各兵团 及各军间接连部 应特别注意 加强兵力 以免解放军 诚系钻入 左右各兵团 应特别注意 远距离搜索警戒 及侧背掩护 我的这一计划 拟定后 徐州角总 总司令刘志 及其参谋长李树正 原则上 同意对解放军 采取主动攻击 但他们认为 我使用的兵力过多 使总部控制部队 太少 怕徐州出意外 对冯志安部 受徐州不放心 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论 最后刘志 勉强同意 并决定 以十三兵团 守备徐州 调出冯志安的 三随禁区部队 参加攻击 计划决定后 刘志 即令十三兵团的一部 强迫接替 冯志安部 徐州的防务 立即引起 冯部的怀疑和不满 这个计划经过我亲自 携往南京国防部 给予北平蒋介石 这时 蒋介石在北平 亲自指挥东北的 反人民作战 往返挫商 经一周以后 大约是十月七日 是决定 并得到 华中白重洗的同意 同时又在徐州 召集兵团司令 以上各将领会商后 准备十月十五日 开始行动 十五日清早 我正上车出发到前方指挥时 忽然蒋介石从南京来 要我不要执行这一计划 在飞机场等他一同到东北去 于是 这个作战计划 由于东北人民解放军 发动声势浩大的辽审战役 打乱了蒋军的阴谋 而未实施 徐州蒋军此后二十一天 只十一月六日 一直停止于原来状态未动 二 所谓徐邦会战计划 1948年十日下半月这一期间 蒋介石本人坐镇北平 指挥东北蒋军坐 垂死的挣扎 这时 徐州附近蒋军已整补完毕 停止于柳河 商丘 徐州 海州 义县 临城 甲汪及宿县间 龙海路两侧地区 明知解放军一旦发动攻势 即束手无策 打呼 守呼 退户 议论纷纷 毫无决策 而华中白重喜 在这期间 曾为配合徐州将军 对三野的攻击 如前说为实施 向玉西发动一次扫荡 又完全扑空 即十月三十日 蒋介石建东北料 要向兵团已完蛋 沈阳已甚混乱 危在旦夕 及荒芒非返南京 拟了一个徐邦会战计划 我回忆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 方针 蒋军已集中兵力于邦部附近 击破解放军攻势 完成堪乱建国之目的 这将徐州矫总 所属各兵团 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 移至淮河南岸 蹦步东西地区 包括林怀关 淮远 丰台间地区 占领阵地 以攻势防御 击退对方之攻击 向击转为攻势 予以歼灭 二 任务及行动 一 以某兵团之一部 守备徐州 甲汪 掩护主力转移 二 各部队行动 一 西安镇附近之 第七兵团经五河 林怀关附近转进 二 徐州附近之十三兵团 第三绥靖区 京楚兰 故镇向蹦步转进 三 徐州以西环口 渝城附近之第二 兵团经郭阳 向淮远附近转进 四 六河 商丘附近之十六兵团 及第四绥靖区 经蒙城向海河街 丰台间地区转进 五 总部及直属部队 京津普路向蹦步转进 三 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 应迅速占领阵地 构筑攻势 三 指导要领 一 各部队在行动期间 自派警戒搜索 掩护主力安全撤退 如遇小部队袭击 应迅速击破 继续向目的地转进 二 如遇解放军大部队来返 则以一步牵制其主力 迅速向目的地转进 三 徐州 贾汪守备部队在主力转进期间 如遇攻击 应利用计设攻势 努力抵抗 争取时间 待主力脱离威胁后 再行撤退 如蒋军主力撤退后对方 尚无攻击行动 仍应继续守备 并确保徐棒间铁路交通 以上计划 蒋介石在南京指示国防部拟定后 于11月3日上午派其第三厅作战厅 副厅长徐朗宣承专机飞狐鹿岛 征求我的意见 并写由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说 如果吴帝同意这一案 请寄到邦部指挥 蒋介石在用谁的时候 就是这样客气 我看了这一计划后 基本上同意将主力集中于邦部附近 与解放军决战 但感到计划过于笼统 对于各兵团的行动部署不明确 给予徐朗宣商却各兵团任务行动 必须明确规定 分部同时撤退 行动必须迅速 否则有被解放军发现 各个击破的危险 徐也同意我的意见 我当时挤给蒋介石付了一封信说 我同意将主力集结于邦部附近 与共匪决战的计划 但需待葫芦岛部队撤退完毕后 再去邦部 徐邦会战部署 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 否则有被共匪牵制 无法撤退的可能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 也是徐邦会战的准备工作 重于葫芦岛的撤退 我应该马上到蹦步去 可是我怕被放弃徐州之名 受国民党所谓舆论的指责 对于个人不利 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 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 预计在葫芦岛蒋军撤退完毕时 徐州附近的蒋军 亦可以撤到淮河附近 然后我再到邦部去指挥 徐朗轩于11月3日午后 飞回南京后 如何向蒋介石回报 我不了解 可以从以后淮海战役发展的经过来看 蒋当时并未毅然决然地实行这一案 据事后了解 蒋介石的国防部 在淮海战役之前曾由何应清召集会议 提出守将毕守怀的方针 但对于守怀有两种不同的方案 第一案 徐州角总处以一至两个军 坚守徐州据点外 将所有龙海陆上的城市放弃 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于徐州 蹦步进金浦路两侧地区 做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 第二案 是退守淮河南岸 凭河川防御 待解放军攻击顿措施 机动转移攻势 击破解放军 研究结果 决定采纳第一案 但是我对第一案内容全无印象 而对第二案则有较深刻的印象 是否徐朗轩将两案一并携来 教我参加意见 也回忆不起来了 假如赵国防部第一案决定的话 则自徐州到蹦步间 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 摆了数十万大军 即弃至徐州 既设永久攻势而不守 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攻势 只留一两个军 即等于不守 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 毫无计设阵地的一条长行地带 形成到处挨打的态势 就是这个初起的方案 蒋介石以为照他的计划 即时实施 除十一月三日 令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 前九十九军向郭阳 蒙城集结 令九十九军 及第四随境区 刘汝明部向邦部 故阵集结外 对于其他各主力兵团 则仍摆于龙海路沿线未动 听说顾主同曾于十一月四日 亲到徐州指示 是根据第一案的原则 但也未能当机立断 及时实施 这说明蒋介石集团 对于徐邦会战计划 并未做全盘考虑 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 古兵法语 已为加慎重考虑 而旨在人世上 疑神疑鬼 勾心斗角 怕刘汝明 冯志安等将领 有异心 不稳妥 急电照刘 冯二人到南京 加以笼落 知识期发表 反共雍奖的通电 以后冯的通电 我未看到 刘的通电 我看到过 到十一月六日 发现解放军 已发动声势浩大的 淮海战役时 刘志在徐州 坐卧不安 连电告急 蒋介石始召第一案 下达正式命令 令各部队开始行动 但又错误的判断 解放军将先消灭 海州李延年随境区 先令第一百军 新野开海州 增加海州 连云港防务 后又令中途返回 改令李延年 向徐州归缩 并令黄百涛兵团 及李迷兵团的一部 在运河以东 龙海路以北 掩护李延年 随境区的撤退 另一说 顾祝同顾虑到 李延年不从海上 撤退困难 所以临时改令 黄兵团掩护撤退 据说 黄百涛六日晚 接到命令后 为了掩护 第九随境区 李延年部的撤退 在西安镇等了两天 并未考虑到 运河上仅有一座桥 这样大的兵团 五个军 加上各直属部队 如何能够 在敌前安全撤退 也未在运河上 另外架桥 解放军察觉 李延年及黄百涛的行动后 及时捕捉战机 以雷霆万军之势 将黄的掩护部队 打得落花流水 同时将运河大桥截断 黄的部队边打边退 损失惨重 同时 解放军于八日 争取得第三随境区 逢治安部和疾风 张克霞等起义 迅速由枣庄 甲汪南下 卸入徐州以东 至碾庄间的曹八级附近 将十三兵团之一 不消灭 占领了纵深广大的阻击阵地 而黄百涛 渡过运河的残部 惊魂未定 即被解放军四面八方 重重包围于碾庄围附近 至于该兵团之六十三军 到达摇湾镇后 亦被北进之解放军包围 这样 在淮海战役续战役开始 由于蒋介石集团的基础 浮朽透顶 未能实施预定计划 哪怕是最不好的计划 即使集中兵力应战 在解放军变化莫测 运用极妙的战略战术下 就形成了打被动战的局面 使蒋军内部慌乱一团 手足无措 加以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指挥 不论大小情况的分析 大小部队的调动 都要通过蒋的决定指示 而蒋本人 又不能集中精力 掌握全盘情况 每日仅凭所谓官邸汇报一次 来决定指挥部署 或凭他本人灵机一动 乱下手遇 因之一切只是到了前方 不是过失失策 即是主观武断 前方部队长不遵从 即有唯命之罪 遵从则自投罗网 最后 则是蒋介石集团中 封建派别关系互相撤肘 也是决定蒋军命运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情况出现 都是只顾小集团 不顾整体 只想救自己 不顾全局 结果每一战役 都是因小失大 决策一再变更 这种矛盾斗争 贯穿着蒋军作战 全部过程 加速了蒋军的灭亡 同时也大大缩短了 解放战争的过程 三 以复刑场之心情上战场 1948年11月8日 我从葫芦岛指挥蒋军 撤退完毕 回到北平 九日正午 傅作义约我到华北 缴总司令部吃饭 习监复说 八日冯治安部何吉峰 张克霞等率部叛变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思想上非常混乱 马上问傅 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 傅说 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 详细情景我也不太清楚 我听了既诧异又恐慌 心想蒋介石 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邦部附近 而到今天仍未实行 这样说 徐邦会战计划已失败了 这时 我的恐惧心里一直上涌 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 各行朝 我一到徐州 不是被打死 即是被俘 思想上营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 屈则大势已去 处处被动挨打 毫无办法 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 既怕对蒋介石失信 11月3日复信给蒋介石 同意到邦部去指挥 又怕一准备好即将起飞 忽然不去 别人也会笑我胆怯必战 同时又料定 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 共产党将在一年内同意中国 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 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 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耳中 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 先到南京再说 九日晚 我到了南京 为了想了解徐州全面情况 立刻到顾祝同家中 这是顾祝同正同徐州刘志 或者是刘的参谋长李树正 我为十分弄清楚 通话 我听到顾说 叫黄百涛在碾庄围待命 等明天午后官邸汇报决定后 再通知你 又说 光婷在这里 你同他讲话吗 顾把电话交给我 等了一下 刘志在电话中说 光婷 你快点来吧 我们等着你 我说 等见老头子后再说 我又问 黄百涛的情况如何 刘说 现在主力已退到年庄 敌人已到运河已东 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 现在稳定一点 其实这一天晚上 解放军已渡过运河 吉布老河 将黄百涛重重包围 而刘志和顾祝同 尚在梦中 我把电话放下后 顾祝同对我谈了和 张叛变 徐州险被共匪承续而入 他今天一天就忙于降临 韩等地里迷兵团的部队 调回徐州巩固防务 兵令丘兵团且战且退 向徐州集中等情况 顾说完后 我以惊奇的口气问顾 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 不照徐蹦会战计划 急早撤退到崩部呢 顾似乎觉得我在质问他 很生气地说 你讲得好 时间来不及呀 李延年为撤退回来 共匪就发动攻势了 我看到不好 再向顾追问下去了 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 顾一再委婉地劝我 明天参加汇报后 就到徐州去指挥 我答明天再说 就回到中山北路我的办事处 我在汽车上想 今天到南京 看到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 南京大街小巷都在抢你 抢面 警察看着不敢过问 徐州的军事部署 又未照原计划执行 形成未战 而先溃乱丧失的局面 我想不去徐州 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 怕触怒了蒋介石 希望我的老婆 今晚由上海赶到南京 明天我睡到床上 由他出来 说我腰腿疼得不能起床 不能去徐州 一到办事处 就问我的弟弟杜子峰 秀卿 我老婆的名字 什么时候可以到 子峰说 三嫂说他不来 我觉得又失望又难过 坐着胡思乱想 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 我弟弟见我坐着发呆 一言不发 就通过谈了一些 东北奖军完蛋后 各方面的看法 认为蒋是王朝 已朝不保夕 劝我也不要再为蒋介石 卖命了 我觉得他的意见 有道理 但是想来想去 就是想不出脱身之计 怕对蒋介石 不忠不孝 只好还是一言不发 子峰又说 听说张长官 至终来南京 同邵立子先生 主张和谈 你明天见文白先生 探探情况 我说 好 你打电话 约好时间后我去 十日 张文白约我下午三点钟谈话 总统府五官处 通知我四点钟参加官邸汇报 我上午见了何应青 谈了东北蒋军复 没完全是蒋介石 一意孤性的结果 详见我写的 聊审战役概述 何应青 凯探不已 力劝我到徐州指挥 并支持我的一切作战主张 我觉得 爱与何的私人情面 无法推卸 就请和拨我一辆新吉普车 供战场上指挥之用 其实是想在逃走时用 免得抛锚背负 何也马上应允 后来将他自己的包车给了我 午后三时 我见了张志忠 陈述了东北蒋军惨败的概略经过 和徐州也搞得十分混乱的情况 我说 蒋军不能再战 张也认为 不应该再战 然后我问张 听说长官和邵先生主张和谈 不知谈的结果如何 张大义说 邵先生同我对蒋谈过这个问题 分析了全国民意 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 认为到了和谈的时候了 谈了几个钟头 最后蒋说 那么就是要我下野了 我们见这种情景 似乎再无法谈下去了 我说 既不能战 又不愈合 怎么办呢 张栋气的说 他要的呀 我觉得我的希望又落空了 一看表 官邸汇报的时间已到了 就急急忙忙告别而走 四 蒋介石改变决心 黄百涛北奸 11月10日午后四时 蒋介石在黄浦路官邸 召集军事汇报 我到时 郭鲁归 侯腾等数人军已先后到会 大家知道 黄百涛兵团 及李尼兵团一部 在侧应李延年部车退时 即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 伤亡惨重 被位于碾庄须 感到十分恐慌 异口同声地说 为了共军行动这样迅速 四点钟过一点 顾祝同 蒋介石先后来到 正式汇报开始 首先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猴腾 报告战况 猴腾说 三 野主力已占领贾汪 迫近运河以东地区 一步渡过布老河 插进曹八级 薛家湖附近 截碾庄须后路 二野主力 骑士十一 部 即三野一部 在徐州以西 黄口附近 与秋兵团接触中 我军皇百逃兵团主力 即四十四军 已退过运河西岸年 庄须附近被围 在抢过运河 乔石受三野火力 封锁阻击 伤亡深重 李延年本人 已到徐州取得联系 第六十三军 到达瑶湾镇后 尚未渡过运河 西路秋兵团 与共军接触后 且战且退 正由黄口向徐州转进中 孙元良兵团 昨日已到宿县附近 刘汝明随敬军 已到顾镇以南 今日向蹦步前进 判断 敌人将已有力之一部 十几十半数以上 牵制我军 主力 十几不到一半 有包围 歼灭黄兵团之企图 侯腾接着说 目前徐州情况吃紧 南京后方秩序也急混乱 昨今两日 满街到处抢梁 警察袖手旁观 梁殿大步 关门不敢营业 猴的报告未完 蒋介石急怒气大发 手指着猴腾说 你造谣 胡说 胡说 哪里有这回事 其实我一 到南京也发现类似的情况 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 见蒋介石这样的发怒 眼里露出一股杀气 我也不敢说了 接着 第三厅厅长郭鲁归 报告蒋军作战计划 大义说 一 以目前情况判断 共军有包围攻击黄兵团的企图 我军空军炮火绝对优势 以内线作战原则 陆空协同 步 炮 战车协同 先将运河西岸 徐州以东之共军击灭 以解黄兵团之为 二 以黄兵团死守碾庄须 六十三军首摇湾镇待员 三 以里尼兵团 赴七十二军 守备徐州 四 以秋兵团 孙兵团 现已到达宿县附近 另急返回徐州 迅速东调 击破徐州 碾庄兼之共军 以解黄兵团之为 蒋介石听了 郭如归的报告后说 一定要解黄百涛的为 又问 莫三有什么意见 这时 我见徐州搞得这样糟 蒋介石没有指责任何人 不照他的命令 就料到有关蒋军生死存亡的 徐邦会战计划的决策 是蒋本人改变的 我昨天到南京 他一直未召见我 也是怕我因为 他改变了决策 而不去徐州指挥 就先叫顾竹同 何应亲劝我到徐州去 等到我英城去的时候 他就在会议上 将这个任务 硬套到我的头上 这时 我心中忐忑不安 觉得上了蒋介石的档 并认为蒋介石 顾竹同 是完全听信 郭如归这个小鬼 因他是军校武器毕业生 人又安小 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 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 我想质问郭如归 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 将主力撤到泵布附近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 见顾竹同等人 都同意郭如归报告的这一案 觉得争议无益 一 个人鼓掌难民 争吵起来 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正在这时 蒋介石转身问我 光廷还有什么意见 我思考了一 下说 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 我都不了解 到徐州后 向刘总司令请示 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 解黄摆掏之围 蒋介石说 好 好 你到徐州 一定要解黄摆掏之围 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 你今晚就去 蒋介石走了之后 顾竹同拉住我说 你们两个人都在徐州指挥 有些不大方便 叫刘京夫到邦部去指挥 好吧 我说 指挥这样大兵团作战 情报补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业务 总部一离徐州 我的机构不健全 势必形成瘫痪 影响作战 请总长放心 我同刘老师 不会发生摩擦的 又对顾说 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 就是解黄摆掏之围的战略战术 兵力部署 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决定的去做 顾了解我的意思 连称 可以 可以 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好了 当晚我带了必要的幕僚人员 邓西黄 冯石如 张甘桥等飞向徐州 说也奇怪 南京到徐州的飞机是经常飞的 可是这一次却迷失了方向 沿途找不到徐州 一直飞到黄河边 驾驶员才发现飞过了 急忙回头 一直弄到十二十前后 还未找到徐州 驾驶员发出警报说 再过一小时找不到的话 游就完了 正在紧急关头 左侧方发现灯光 飞机转身而去 就是徐州 将落后已经近一点多钟了 我当时这样想 真是天药灭将 情况这样吃紧 飞机又误了几个钟头 到徐州后 得知情况如下 蒋介石的命令头一天 十日 晚上一到 但徐州脚总并未实施 理由是 一 修兵团被二叶牵制 无法冬掉 二 十六兵团十一日晚时 可到达徐州市 以南之三宝附近 三 黄柏涛兵团 度运河桥时 损失甚重 碾装两弹两缺 攻击不可能 手艺成问题 四 黎尼兵团荣誉市之一部 掩护第七兵团后 推到曹八级 九日晚被解放军消灭 现解放军已在布老河以南 曹八级薛家湖一带占领阵地 五 布老河北岸解放军 有大部队集中 对徐州压力极大 六 黄维之十二兵团 现到达复阳附近 因之无法抽调兵力 解放军团之围 昨晚黄柏涛电话上通 今日 十一日 起电话不通 仅有无线电可联络 这时 徐州总部非常混乱 刘志 李树正对解放军的作战企图 并无全面分析判断 只是被各方面的情况所迷惑 束手无策 我这时对于情况也极模糊 已是无法做具体判断和决心处置 看到脚总的一份敌我态势图 除徐州东南楚兰 八亿集间 尚无情况发现外 其他外围解放军 已重重包围牵制 要抽调某一方的兵力 解黄百涛之为成熟不易 加以 较总的情报机构腐朽 除直接收集第一线部队的情报外 并未收集直接的战略情报 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线部队长 总是夸大他当面的敌情 而是高级指挥官 无从正确判断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蒋军这时恰恰相反 既不知己 又不知彼 而蒋军之所以全军覆没 固然是由于他本身腐朽 指挥机构无能 可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则是蒋军丧尽民心 在淮海战役之时 徐州附近人民 被与蒋军实行了严密封锁 蒋军的特务只能排出 无法返回 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 完全失了作用 甚至有许多地区人民 以虚报史 或以实报虚 迷惑蒋军 如封建 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 三野之一部 而蒋军从人民方面 得来的情报 是二野主力 有如二野主力 以仙道窝 蒙地区 阻击皇帝兵团 而蒋军得来的情报 则是这方面 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 刘志及其参谋长 每天骂皇帝 行动迟缓 按兵不进 我考虑很久之后 觉得解放军 总有主资之分 绝不会到处都是主力 于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一 华东解放军 目前还不是直接攻徐州 而是集中主力 实际不到一半 先消灭黄白韬 以有力之一部打员 实际是一半以上兵力 二 徐州以西 黄口更久里山以北 至布老河北 暗制解放军 只有极少之一部 甚至是游击队 用以牵制蒋军 因之可以大胆抽掉兵力 以解放军团之为 我做了以上判断之后 刘志 李树正很怀疑 仍然不敢抽掉邱兵团 这时我与邱清泉通电话后 了解黄口附近之解放军主力 有难以模样 但尚未证实 米文和诗 以诗联络 情况不明 根据这一情况 以免令邱清泉 迅速搜索清楚二爷行动 以免判断二爷主力 可能南下 阻止黄围兵团北进 根据以上判断 我提出两个方案如下 第一案 以黄百涛兵团 坚守年装需一周至十天 以十三 兵团守备徐州 以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以第二兵团 十六 兵团会和十二兵团 先击破二爷六个纵队 然后回十东向 击破三爷 以解黄百涛之为 理由 这一案蒋军可从现有态势迅速攻击 并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将近十个军 即 修兵团三个板军 黄围兵团四个军 孙元良兵团两个军 以击破二爷六个纵队 但此案能否实施 关键在于 黄百涛是否可以坚守一定时期 第二案 以十六兵团守备徐州 以二兵团 十三兵团之 全力解黄百涛兵团之为 同时令十二兵团向徐州寄进 以期 十二军围总预备队 理由 这一案可以安定黄百涛不心理 稳扎稳打 徐州不受威胁 但如黄围兵团被二爷牵制 不能及时到达徐州以东参加战斗 则赶击破三爷之兵力不足 我的第一案提出后 刘志 李树正坚决反对 认为黄百涛决不能九首 做事黄百涛被吃 太冒险 而且 这事对二爷情况尚未完全明了 如果二爷主力不在窝 猛附近 西路扑空 东路黄兵团被监 简直闹成笑话 我对二爷情况也不明 万一扑空 黄百涛又被吃 蒋介石向我追究责任 别人骂我见微不就 难以逃避责任 心中虽认为 第一案是战略决战的上策 也不敢坚持 对于第二案 刘 李认为符合蒋介石的命令 但对邱兵团能否不受牵制东调 以及东调后 解放军委追到徐州如何对付 仍有极大顾虑 李树正不表示意见 刘志犹疑不定 于是决定先召邱青权来徐商讨 十一日中午前后 邱青权到徐州 这时侦查报告 二爷主力南下 其实原来极非主力 当面仅有两广纵队 同时 邱青权认为 米温和向解放军投降 以后事实证明 是被解放军包围消灭 到十一日午后 刘志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 协同十三兵团 解黄百滔之围 但仍留了一个尾巴 令七十四军位于九里山附近 为预备队 以防二爷向徐州攻击 刘志当日命令要指如下 一 二爷主力 其实是一部 与邱青权兵团 在黄口附近激战后 已向宿县 郭阳 蒙城间地区转移 三爷主力 以渡国运河及布老河 将黄百滔兵团 包围于年庄须附近 正激战中 二 均以击破三爷主力 解黄兵团为之目的 即以有力之一部 守备徐州计设攻势 以主力展开于远山 张继间地区 以空 炮 战车掩护 迅速向年庄须攻击前进 三 这十六兵团 赴七十二军 守备徐州计长龙云山 九 里山一带计设阵地 并特别注意 徐州以西萧县 及西南福利级方面之搜索警戒 四 这第二兵团 现七十四军 附独立骑兵旅 十三兵团归前进 指挥部指挥 展开于远山 张继间地区 迅速向年庄须攻击前进 五 这七十四军 为总预备队 控制于九里山附近 六 路 空 炮 战车协同计划 由前进指挥部拟定 七 交通通讯 补给计划 从略 刘志和我共同下了决心之后 我令邱青泉兵团主力 第五军 七十军 十二军之一师 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 礼弥兵团将徐州防务交给第十六兵团 集结于徐州以东远山附近 预定十二日集中完毕 十三日开始以空 布 炮 战车 联合向解放军攻击 并请空军协同步兵侦察解放军的动态 待全班情况明了后 再决定攻击部署 这时我主张寻求解放军之一役 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 再以全力向其主力攻击 但苦于情况不明 无法决定 刘志等深恐主力远离徐州 反为解放军所成 坚决反对 待十二日午前十时左右 空军侦察到 渡过布老河之解放军 有若干小部队陆续经曹八级南进 午后并发现有大部队通过曹八级 薛家湖等地南进 院山附近之十三兵团 始终对布老河北岸及曹八 集间之情况搞不清 即黄昏前后 得第二兵团骑兵旅报告 在徐州机场以东 白楼附近发现共军 正驱逐该敌掩护集中 鉴于解放军的行动神速 组员部队的兵力强大 战略战术部署的变幻莫测 即使蒋军寻求不到他们的弱点 同时又感到徐州会战 全靠空运补给 现解放军已威胁到机场的安全 迫使我不能不放弃 以包围解放军的战术 而实行正面攻坚 当晚即决心把主力展开于刘己 远山 布老河间地区 十三日开始攻击前进 其命令要旨如下 一 三野主力在徐州以东 渡过运河 布老河 现正与黄百涛兵团激战 其有力之一部 已进至白楼 薛家虎 曹八级 周庄附近占领阵地 企图阻止我东进 徐州以西 二野之主力以南移 九里山 萧县以西间 仅有两广纵队 及三野之一部 进行牵制 二 军已击破三野之一部 进冲年庄须附近 解黄兵团为之目的 明 十三 日以空 炮 战车掩护下 攻击前进 三 这第二兵团 欠第七十四军 展开到白楼 礼庄至龙海铁路 布韩 地区 明 十三 日浮晓在空军炮兵掩护下 攻击前进 四 第十三兵团 以一个诗言布老河南岸 占领阵地 掩护军之左侧背 逐力展开于龙海铁路 韩 以北 院山以东 周庄间地区 明 十三 日浮晓在空军炮兵掩护下 与战车团协同攻击前进 五 炮兵队在院山以东附近放列 支援两兵团作战 不炮协同计划令定 六 战车队配属十三兵团协同作战 不战协同计划令定 七 陆空协同作战计划令定 八 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 位置于九里山附近 九 通讯补给计划 从略 战斗经过概要 十二日晚 修兵团在白楼 催楼附近 与解放军有局部战斗 礼兵团在院山以北某村之一部 被解放军袭击 一度混乱 十三日 两兵团因夜间军有战斗 到九十左右 时完成攻击准备 九十后 在空 部 战 炮协同下开始攻击 空军以轻重炸弹 激燃烧弹 更翻投掷 山 野 重炮齐发 以时乌烟弥漫天空 村落 进城瓦砾 蒋军步兵 协同向前猛冲 各兵团进展 上述顺利 忽然因解放军 遗远射成炮弹射击机场 打到机场 东北跑到附近 空军起飞 受到威胁 以时 陆空联络中断 地面部队 亦受意外损失 经侦查后 发现解放军炮兵 是由 不老河北岸打来 这时 从安阳空运 三十九师 思源凯师 已到徐州 以北龙庄附近 集结完毕 吉林该师 协同十三兵团之一部 向不老河北岸攻击 将解放军炮兵 压迫撤退 空军继继续起飞 掩护陆军 继续攻击前进 每一村落据点的解放军 都以无比英勇的斗志 狙击蒋军 虽然火力叫蒋军为弱 但是节省 但要发射准确 对蒋军每一村落家屋 都给予严重打击 甚至有的村落 已被蒋军空军炮火摧毁 而解放军战士 仍各自为战 勇猛狙击蒋军 蒋军打进去 被解放军赶出来 再打进去 再被赶出来 打得蒋军垂头丧气 袒护色变 各级指挥官重重督战 迫使部队强攻 每一村落据点 蒋军皆负无数的炸弹炮弹 重大的伤亡 经过反复争夺 使能占领 我在院山指挥所 亲眼看到这种战斗过程 感到解放军的战术技术 及战斗意志 远远优于蒋军 同时 错认解放军的火力微弱 又无空军 炮兵 战车 认为打过两三天后 解放军伤亡过重 必然全线崩溃 晚上统计当日进度 蒋军各部队 进展少的三四公里 多的六七公里 以蒋军攻击位置 开始到碾庄区不到四十公里的距离 估计一周以内 可能打到碾庄区附近 解黄百滔之围 我感到时分乐观 晚上即向刘志汇报 刘也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十四日 发现解放军的打员部队 越打越强大 而且抓住蒋军不能夜战的弱点 集中力量在夜间反击蒋军 如秋兵团又以张集附近之七十军 被解放军彻夜包围猛攻 阵地一度被突破 经过激烈的争夺战 只拂晓前后阵地时稳定 当日空军照预定计划轰炸后 步兵疲劳不堪 未能照预定计划实施攻击 于是空军指责秋兵团按兵不动 等秋清泉准备好 在要求空军协助攻击时 空军又负起位出动轰炸 休有指责空军不支援 使步兵受意外损失 双方互相指责 以致叫骂而闹得互不协同 这一天 蒋军内部陆空军闹得一塌糊涂 休兵团几乎毫无进展 铁路以北支十三兵团第八军 虽然在空 炮 战车掩护下经过激烈的争夺战 也只攻占两三个村庄 左翼第九军也毫无进展 晚间 我感到战斗发展 已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不是那么乐观 这一天 刘志也倾倒院山指挥视察 看到陆空不协同的情况 感到丧气 于是就同邱清泉商议 将七十四军星也 调至潘唐镇附近集结 从右翼向解放军的左翼 实行迂回包围 以打开正面攻不动的僵局 计划定后 七十四军即开始调动 这一天 空军已将陆空矛盾 互不协同情况 向蒋介石反映 据说空军曾向蒋报告 邱清泉保持实力 按兵不动 蒋一面电池丘 一面派顾祝同 郭汝归等于十五日到徐州独战 顾祝同意 见我就问 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 实际有七八个纵队 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 严令我督促两兵团攻击前进 我对谷分析了几日来的战况 及邱清泉和空军的矛盾之后说 打仗不是纸上谈兵 划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的 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 兵力也陆续增加 究竟多少 我也未搞清 战斗非常顽强 每一村落据点 都得经过反复争夺 才可攻占 这时刘志建议 放弃徐州 以全力解黄百韬之围 顾 郭似乎也有这种意见 但未说出 只是急着要我大胆抽掉兵力 解黄百韬之围 但是如何抽掉兵力 既可以保徐州之安全 又可以解黄百韬之围 都拿不出具体办法 于是我提上 中下三策请顾决定 我认为 这一战役的胜败关键在于 黄百韬坚守的程度如何 如黄能向潘玉坤守得会 陈明仁首次凭借那样的坚守 以这几日的攻击进度看 是可以解围的 这是上策 如黄百韬坚守不住 徐州尚能保全 这是中策 如放弃徐州 丧失补给基地 机场 又不能一举击回共军 以解黄百韬之围 势必弄得全军覆没 这就成了下策 我这样一说 故 郭都瞠目无措 只怪邱 李公鸡不利 实际上是怪我指挥不利 但为正面说出 他们并未料到 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 担任阻击打员 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 实行战略决战 消灭蒋军 当然我也未料到这一点 我只是鉴于 东北蒋军在运动战中 全军覆没 徐州会战役开始 即发现解放军声势好大 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略战术 打击黄兵团 并将其包围于碾庄须 又能大胆深入渗透于碾庄 徐州之间 不顾蒋军绝对优势的空军 跑兵的轰击和坦克的冲击 以极其英勇的姿态 反复争夺 狙击蒋军 当时我绝不敢轻举妄动 怕被解放军消灭掉 但是我这时对于尽量抽调兵力 解黄百涛之为的信心 并未完全丧失 如前所说 十四日晚已决定将七十四军 增加于右翼 向解放军包围 迂回攻击 这时你带九里山之七十二军 将当面情况弄清楚后 继续抽调 增加攻击 可是我并不愿对顾 郭二仁当面说明我的企图 他们认为 我对解黄兵团之为报 消极态度 表示不满 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 我的企图如上 顾表示赞成 我并请顾不同 郭讲我的作战计划 顾也同意 当晚顾反经 向蒋介石复明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 我的作战计划 为什么不让郭汝归知道呢 这是因为 早在1948年春 顾任参谋总长时 我及对顾说过 郭汝归与解放军有联系 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 顾当时批评我 我不要疑神疑鬼 郭汝归跟我来徐州一年多 非常忠实 业务办得很好 以后我对顾说 我指挥作战的方案 实现绝不能让郭知道 如果郭知道的方案 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所以 这一次我才对顾单独 讲我的计划 16日 修兵团支74军 开始由潘唐阵经双沟 向土山镇方面之解放军 侧备迂回攻击 不料74军一开始行动 即在张某 陈庄附近 与北进之解放军 据说有三个纵队 发生遭遇 在空 炮掩护下 激战终日 不但毫无进展 在黄昏后 74军之第一线部队 反被解放军击溃 邱清泉接连在电话中告急 说74军垮了 要求掉72军增援 这是70 二军仍被解放军牵制 无法抽掉 后令邱清泉 以仅有之预备队一部 即坦克重炮支援 使将阵地稳定 当晚解放军队70 四军击守机场之十二军 于一凡师彻夜猛攻 激战至拂晓 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 17日 黄兵团外围据点 已大步被解放军消灭 碾装情势更加危急 我令邱 离两兵团在空 炮 战车掩护下 继续攻击前进 约90前后 先后的空军报告 发现张某、房村 由解放军大部队 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 同时得地面各部报告 说当面的解放军 皆向东溃退 又从俘虏及居民中得息 解放军两胆缺乏 战时每日 仅在地里挖几块红薯池 当时根据各方面报告 我错误地认为 解放军已被蒋军击溃 且全县崩溃 因及下令全县追击 当日午间 两兵团先后到达皇家楼 大许家 顺和级 房村附近 发现解放军仍有纵深的 计设狙击阵地 顽强地打击蒋军 我仍主观地认为 这是解放军的少数掩护阵地 仍令各兵团发起攻击 日以继夜地向解放军攻击 即18日发现 解放军抗击蒋军更加顽强 阵地毅然未动 在令各兵团继续攻击 并以大许家为重点 集中空 炮 战车 实行中央突破 激战一日 大许家为攻下 全县进展一甚少 有若干村庄 白天蒋军攻陷 夜间又被解放军夺回 这时 各兵团军伤亡过半 使起更加低落 而黄百涛在年庄区外围之 各部队44军 及一00军主力已被监 一00军军长周智道 赋商化庄逃回 仅有25军及64军首碾庄 大院上等几个村庄 情势更加危急 19日 九里山附近解放军支游击队 因被72军攻击自动撤退 九里山防务已令16兵团之41军解体 72军粹开始冬调 这一天 将军全线攻击无进展 到晚间德西碾庄阵地已被解放军突进 黄百涛帅少数直属部队 逃到大院上 刘志同我得到这一恶号 垂头丧气 恐慌不安 急找期 12军军长于锦园 及战车团长赵志华在交总 商讨迅速突破解放军 救黄百涛的办法 于吹牛说 他可以一连打下几个村庄 解黄百涛之围 赵吹牛说 他可以轻率战车 试解黄百涛之围 如果步兵跟不上 战车可以单独打到碾庄 刘志鼓励说 全靠你们两位剑将解黄百涛之围 20日 将军全线攻击无进展 炸弹 炮弹极感缺乏 战车炮弹全无 72军载空 炮 战车配合下牺牲极大 只攻下大许家 于锦园及教苦连天 说不能再攻了 21日 我仍强令各军继续攻击 解放军利用计设攻势狙击蒋军 发挥了高度的狙击战艺术 使蒋军不能越雷池一步 黄昏后 解放军对大院上黄百涛之残部 发起总攻 激战至22日晨40左右 大院上及附近村落 蒋军残部皆被歼灭 据战后化妆逃回之 25军副军长杨廷衍说 当时黄百涛 陈世章 刘振湘等见情势危急 决心各带一部分人向西突围 黄突出后走至一毛棚附近 只剩我们两人 见四面皆由解放军包围无法载走 即举枪自杀 但并未断气 我又架了一枪 黄死后我正在哭 解放军来盘问我 我说 我是火夫 死了的是火夫头 是我的哥哥 解放军在位追究 我将黄眼埋后 钻空子跑出来 杨又说 陈世章不知下落 刘振湘陪上满身勋章 向敌人冲锋死了 当时我听杨说的 似乎非常真实生动 我对黄百涛 刘振湘为蒋介石尽忠 感到十分敬佩 可是1956年 刘振湘从济南调来 同我一起学习改造 说明杨廷雁当时的 真实生动的报告 也不是真实的了 最可笑的是 当17日解放军 有计划的改变聚集阵地 是为了更有力的 打击蒋军时 前方判断错误 刘志成吉大事 宣传徐州大捷 徐州满街张铁标语 大放鞭炮 并向各方发出通电 到22日 黄百涛部被完全消灭后 蒋介石仍宣传徐州大捷 并派张道帆 为卫劳团团长 率副团长方志 团员及中外记者 数十人来徐州劳军 携带了大批勋章 蒋章及白银等卫劳品 他们到徐州后 还到第二兵团 参观了战俘武器及战绩 有一位记者 以怀疑的口气问我 这样的大捷 黄百涛到哪里去了 我说黄百涛回家休息去了 蒋介石集团上上下下 就是这样可笑的自欺欺人 欺骗蒋管区的人民 以掩饰其反人民战争的失败 好